自剛打在再見的高費時間打 然後後來我們大家就全隊都會 就就瘋了嘛 贏了嘛 然後就發現有幾個裸體的 裸著上半身的男子 跟著我們一起瘋 啊啊啊啊啊 欸 怎麼這樣 只有江大帥 剛剛有提到就是球芽這個部分 其實你也已經就是經營球芽 已經很多很多年了 對 十多年了 對 十多年的時間了 是不是真的對公司治理很有興趣啊 我還蠻有興趣的 你真的自己開始在做這件事情之後 你覺得最難的事情是什麼 人的問題是最難的 人嘛 可是你已經平常跟這麼多隊友 在相處有教練啊等等 各式各樣的人 你還覺得難 球員你不能用一般人去看球員 因為球員實在是封閉的團體 因為像我們小時候不用開招會 不用升級 你只要會打球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練完球 早上練完球就去學校上課 然後上課也沒有說 上得很跟一般身是一樣 那幾乎都沒有什麼互動啊 跟一般身 我真的有在互動 應該是算大學的時候 有跟其他 跟球 跟同學會 對 感覺比較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嘛 對 接觸到外面 比方說你會參加社團啊 是 然後會上其他的課程 對 有別於就是運動的 那高中以前幾乎都在打球啊 你就是一直在棒球隊 然後你也不用去上什麼課啊 在我們早前的棒球文化裡面 養成的一個環境是 練球會多過於學習時間 而且學習的時候 有可能還是跟棒球員一起學習 因為你的時間才會配在一起 如果你跟其他一般在一起 所以我們成長過程都會跟 就只有跟球隊的人在一起 這樣聽起來真的很寂寞 然後只有在大學的時候 才會跟其他的同學一起上課 所以很多人才會到大學的時候 可以大解放這樣 問他應該 有你玩四年 就其實蠻極端的 就比方說前面講到那個假球事件嘛 所以你會對學長 或者同儕會言聽計程 就是說學長跟你說什麼 你就會去聽 所以學長去牽學弟 去做這些事情是很容易 因為我們有一個 就是球技的學長學弟制 有一個情感聯繫在 情感連結啊 哇這很難講斷 你最相信的人是學長 但是害你的人也是學長 所以你要怎麼去 很難有那種判斷是非的能力 就是因為情感的連結 基本上很困難 對 因為你最信任的人 卻是對你最不好的人 那你要怎麼去判斷 有些學長是帶著目的來接近你的 當一開始他不會把目的顯露於 太明顯 我不會顯在臉上啊 對 可是你兩三次 你跟他覺得好像很好的時候 他把目的顯露出來 你要拒絕又很難拒絕 因為那個感情聯繫已經 又連上了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球員有時候 很麻煩的 很辛苦的地方 對 很辛苦的地方 所以交朋友真的是非常重要 學長也不是你們能夠選擇的 對 但重點我們也交不到朋友啊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在訓練啊 這小時候一直三級一直在訓練 你要跟其他朋友有交流 基本上很難 比較難啊 現在已經世代不一樣 他們這個手機比較方便一點 但聊回到你的公司治理 你真的覺得管人很難嗎 人比較難的地方是 因為他的想法跟說法有時候不太一樣 也許想法對了 但是做法又不同 就是各式各樣 你都要親力親為耶 也沒有親力親為啦 就是你要去運籌圍窩這些事情 讓這個人可以到這個舞台 我覺得是比較難一點的地方 那你會不會因為這個管理 你有沒有考慮念個EMBA 在念書 不瞞大家說也有在念啊 你真的好愛念書喔 就很喜歡翻啊 而且你其實真的很忙 就以一個職業球員來講 你還就是擔任了2018年的那個 球員工會理事長 對啊 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覺得球員工會才漸漸漸的有一些起色 到目前為止2024年 你覺得球員工會 他們能做到的影響力 跟可以談下來 會動 我覺得有點難耶 就像我們上次 有讓你的預期嗎 有比預期好一點 因為可是因為 比方說我們在跟那個 跟那個資方在談 勞資協商的那個 會議的時候 光一個議題 光一件事情就要花四年 對啊 那個時候 花了四年時間 才把那個也簽訂下來 對啊 你看比方說大聯盟 他的那個勞資協方雙方的議題 大概有四百多個議題 他們現在已經 壯定人測 就是他們的規則 規定就是這樣子 經過法律上面的 反正就是篩選之後 就是他們 雙方之間的一些 規則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才一個耶 為什麼會耗那麼久時間 因為你來往交涉 他就要花很多時間了 除了交涉的時間之外 是因為從來沒有過 沒有過 所以特別的困難 對 上一個那個 國際賽事義務 這個就是史上第一個 史上第一個 史上第一個 然後就是在我卸任 然後結線接那時候簽訂 有開個記者會 所以那是 台灣棒球史上第一個 簽的 所以你看 我們要跟大聯盟的差距就在這 我們花了四年才簽了第一張 對啊 而且熊哥那個時候更慘 他們那邊沒有修運過分 我們沒有 我們完全是 他們連二軍都沒有 沒有啊 對啊 就我也有參加 參與過熊哥那個時代 就是我也沒有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二軍 那三十幾個啊 就是你要 學弟還要幫學長去送衣服啊 收衣服 然後還要去 推那些衣服到洗衣店去 然後還收球局 哇塞 對 然後還要發便當 現在學弟們一定想像不到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做 那時候沒有了啦 真的沒有了 以前那滿好笑 還要發衣服 然後還去教練 比方說總教練 我們拿他的衣服去總教那邊 然後敲門說 欸教練你今天想吃什麼 還去幫他買 買回來還是給他 欸真的真的沒有了 以前是學弟 我以為是只有我以前 那個管理 建管理 公司先生要這樣做 那球員建管理欸 不是還很好玩以前 那時候在新中方球比賽 我剛進來的時候 然後教練來的時候 因為他想那個嘛 有煙影嘛 然後我就沒上場啊 說看了看去 那管理又在忙 說阿士忌你 半九年要這麼分呢 我就換球衣 然後出去 那敢不可以 那時候棒球場 對面有那個雜貨 平坦打嘛 對啊 就正去了 以前那時候也不用寫 那個外出單啊 哇 真的你就可以自由進出欸 哇 所以你看得到那時候 打拳會打 有球迷跳下來跟 就是跟球員列隊 然後這樣擊掌啊 有規範就對了 沒有喔 真的那時候真的沒有 近十年才有吧 近十年才有 以前真的是 球迷跟球員的接觸很近啊 很近啊 我想說台中球場 舊球場已經很近了 沒想到還有更近的 心中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YouTube上面也有嘛 就是 2001年在打那個 亞錦在台灣拿冠軍那時候 那志剛打在 再見的高飛行程打 然後後來我們大家 就全隊都會 就瘋了嘛 贏了嘛 然後就發現有幾個裸體的 裸著上半身的男子 跟著我們一起瘋 欸 怎麼在那邊 只有江大帥 帥哥在那邊 然後還有另外幾個 就不知道他們是誰這樣 這是滿有趣的畫面啊 對啊 你就看到球員跟球迷 然後球迷就是沒有穿 一起開心 對一起開心在那邊 這樣開心 還互相擊掌這樣子 所以這個 已經回不去了 大家不要輕易嘗試 可能會被趕出場喔 真的完全不建議喔 我要想再多問一題啦 因為你現在真的很喜歡當就是 管理員嘛 你領導者也當了很久的時間了 如果呢 有機會讓你擔任總教練的話 你會想打造什麼樣的球風 或者是領隊 領隊又更高喔 你可以負責找人喔 這盤菜你要就是 找哪些料很重要喔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我想做的事情 其實反而是比這個還要更大 是環境 是環境的一體 因為台灣的球隊跟台灣的選手 他被影響的不是他個人的技術 或者是其他周圍的技術影響 他是被環境影響 就像前面假球嘛 被踏伐的永遠是本土球員 可是其實有很多外籍的球員 他們來台灣也是放水啊 你說他們日本人有多好 有放水的這麼多 那你說他美國人多好 放水那麼多 沒有美國跟日本人是 都是很好的啊 是因為這個環境他們進來了 就變差嘛 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是想 提高這個棒球環境的認知啊 是 你要先認識我們台灣的環境是怎麼樣 而不是說把它空降式的 就是把台灣的環境跟文化把它取代式的 或殖民式的把它用掉 找到自己的歸屬感吧 我覺得 你是很會形容 對啊 經歷過好多事情 比方說近期比方說 球場的議題 像那個統一的手臂教練他有講嘛 就說台灣手臂不好 標歸因在球場 可是真的其實 其實勇哥你知道 對 那球場真的 很危險耶 而且近期你看那個 台剛的環境是打到我臉那個 那個不規則擔掉 你叫那一手怎麼閃 怎麼接 對 所以我們 在那一手接球啊 尤其是過去 我們像真公也有講嘛 就是那一手常會閃那個球去接 因為已經被打到怕了 打到怕了 會有陰影耶 我其實講難聽的 我去日本我閉著眼睛 我手套放在那邊 球就進來了 因為那個場地太平了 這才是打棒球的球場 對 然後現在去美國 我真的有試啊 我就是閉著 我這邊看那個球打過來 我閉著眼睛手套打開 他就進來了 你就用你的肌肉記憶去接 這就一定會進來啊 對 他就真的進來啊 然後翻開很多過去 像我們日本隊來台灣比賽 也是發生不少次的失誤啊 所以你想要做的是 那種改變大環境的事情 如果是熊哥來講的話 以你的角度來去看待 斯琦 他應該 可以擔任什麼樣的角色嗎 眼光放到這麼遠的話 那可能要變成是 我們這個 類似會長的角色啊 協會很累啊 一定要進入協會啊 或是聯盟裡面 可以影響整個環境的一個角色 可以真正成為決策的那一角色 對 要成為決策 沒和大家一起來提高這個認知 企業主他不理解 為什麼那個場地你們都會露街 你們為什麼場露街 因為他沒有這個認知 我們來看一場企業家庭日 我們一起來手背 因為他沒有這個 他沒有打過球 他不知道 他沒有在台灣這個場地打過球 然後或者是像外籍教練 他也不理解說 你為什麼你們失誤率會這麼高 因為他們看Data嘛 嗯 就說 手背的失誤率太高 那你手背不好 日本教練也會覺得啊 為什麼你們接球會散 你們不要一直怪場地 因為他們 著重的是精神面 就是因為他們就真的不在 這個場地裡面 比賽的人是你們 不是他們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我覺得熊哥講很對 我們未來期待你做會長 或者是 就是你知道 Leader可以決策 Leader 可以決策這個環境的一個變革 到時候你就要面對記者的時間 又要再增加了更多 但是 想找一些人啊 就是我們這些人是可以 對這個東西是有共鳴的 好啦要不然再高一點的話 你就去選舉嘛好不好 哇 交給熊哥 那你去選舉我已經幫你拉票 就立委之類 如果你去選舉我一定幫你拉票 站台 我一定挺你 姓周勒一定挺你 好啦 今年的球技呢 已經走了快一半 也就是說大概在五個月 對喔 我不講迪士尼這個時間 但是那個倒數計時 就要正式卸下 就是已經穿了 大半輩子的球衣了 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 你這20年來的感想 有沒有 一句話 哪一句話 他也講一言難盡 一個字就好了 就苦啊很苦 這蠻苦的 當然人家說 你打那麼久薪水也賺了很多 可是 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我個人覺得很辛苦 要花好多時間 你小時候踢足球 有沒有後悔自己選錯了 也不會 因為足球都會解散啊 因為在台灣踢足球會更苦 會更苦 所以你現在這個苦還有一點 帶一點甜 至少你選到的是 可以負擔你生活所需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 過程很辛苦 更大的戰場 就得到更高的戰果嘛 當然如果打了球的話 薪水會比較高 沒有錯 可是這過程其實很苦很煎熬 一般人 不了解就看到球員 衣著光鮮亮麗在場上的那一面 心思多少 然後又可以上場打球 有這麼多球迷在呼喊他的名字 但是他不知道他在場上 要能夠站在那個位置 他要付出多少努力 從小到大 我們這樣講 輔大還好才有寒暑假 國小國中高中 還好你選輔大 誰放過寒暑假 放假就開始練球 放假是更苦的開始 球員的生活放棄掉很多東西 一路才走到那裡 所以有時候 他的苦是 我想是全部的歷程 不只那二十年 職業球員 基本上就是有捨有的 你們就是捨去了一些 但是你們也得到了很多 如果真的有甜的事情的 一件事情 在你的放球生涯當中 娶到現在的老婆 哪有現在的家庭 算嗎 這當然 這個當然很甜 必備必備 對對對 應該是今年的隱退日吧 因為會破一些那個大巨蛋紀錄 有預言啊 預言是不是 我想說要來喔 要來喔 一定要來喔 我們希望可以幫 就是 周志祺可以達成這個願望 對對對 我們那時候就是最甜嘛 那我們盡情期待 對 921 922 你會不會再哭呢 沒關係 我跟球哥差都會 會 不用講一定會 這誰不會哭啊 真的會啊 期待你好久 終於來到棒球抓周 但是今天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只能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沒關係 既然我們的節目會叫 棒球抓周 我就已經抓到他了 他會再繼續來 棒球抓周跟大家 繼續見面了 感謝熊哥 謝謝熊哥 也感謝思琦來到我們的 棒球抓周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